虽然疫情影响了全球电影票房 不过近期电影院又恢复热闹了 怪兽宇宙电影《哥吉拉大战金刚》 24号才刚刚在台湾上映 就以台北市629万 以及全台总共是2516万的金人票房 拿下了目前的冠军 更打败《哥吉拉2》的记录 而接下来就是4月初的廉价了 不少电影也抢在这个时候来上映 像是有好莱坞的警匪电影 还有《浪漫的爱情国片》 要陪影迷一起来度过假期 两大怪兽的王者争霸战正式开打 《哥吉拉大战金刚》24号一上映 就以台北市629万 全台2516万的金人票房 坐上冠军宝座 不仅打破今年记录 也超过《哥吉拉怪兽之王》的首日记录 精彩的动作画面和深刻的情感刻画 让粉丝直呼过瘾 近期上映的除了《怪兽宇宙》 还有好莱坞的警匪电影 《哥吉拉大战金刚》 由奥斯卡影帝杰瑞斯特·怀特克 和美国演员强尼黛普同台标系 将在4月1号上映 而同天上映的还有这一部 《你来我往》的直球对决 充满台式在地浪漫 邱泽和徐伟宁在电影《当男人恋爱时》 上演一段小姐与流氓的恋爱故事 把2014年韩国卖座电影 以原汁原味的台湾版本重现 要陪影迷度过一个细腻温暖的连续假期 记者综合报道